一周又要过去了 过完明天就是周末 今天一天的门诊 结束一天的工作 跟大家再续续续续 开始的几个就是叮叮叹色 简单 常规常规操作 这几天这个疫情 真是暗了葫芦起了瓢 咱们这个西安的 眼瞅着应该是要结束了 西安的已经到各位输了病例 越来越少 这天津 河南地区 河南许长安阳 这几天的病例 哎呀 咱们这个视频 隔三差五的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 今天年底这波还挺厉害啊 年底到年初 西安的封闭的朋友们 可能快要解放了啊 那个 许长安阳 天津 大家刚刚开始 既来之则安之吧 没什么办法 服从大局安排啊 咱们咬牙 把它挺过去 刚开始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叮叮叮色 棉签加工完以后 完全怼到骨膜的表面 内径清理掉 这个也是啊 这个还有棉签 还有棉签捅过的很脚印呢 棉签挡进去以后 普通的这种单头的面签啊 它不是设计 就不是用在耳朵里的啊 它一般是我们体表 前表用来擦拭用的啊 医院里一般就像什么树叶啊 或者一些门针简单的小范围的一些消毒处理 才用棉签 那些东西本身就不适合在耳朵里用啊 如果要有极少数情况 会使用棉签涂抹软膏 那个时候要用的也是一种非常细的 他们一般是应用而使用的 双头那种细棉签 去擦药啊 日常也不要用干的棉签进去乱筒 还有极少数成人 即便是用那种细的婴儿棉签 也没有办法伸进外耳道了 比较少啊 别说你棉签了 有的时候我遇到的病例 外耳道狭窄的病例 连这个我的内镜啊 2.7毫米内镜都伸不过去 这个砸的也是够瓷似的啊 里边完全封闭了 这也是真是因为耳闷啊 觉得清理有下降才过来的 咱们日常啊 尽量不要刻意的去掏耳朵啊 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一个误区啊 认为耳朵需要日常清理 这个是错误的啊 耳朵痒跟你是不是清理啊 耳朵是不是干净跟你是不是清理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外耳道正常的情况下 新陈代谢的这些散碎的东西会自然的脱落 不需要你去刻意的清理 如果有问题堵满的这种 也不是说你清理的不到位啊 它跟你那个清理没关系 像这几种今天看到的这些 都是日常棉签用的太过了啊 他当然他前提是生产量足够 这是一方面啊 他的分泌旺盛 然后后期的棉签的滥用 两个因素导致了呃 叮咛摄色啊 并不是单一的啊 你单独使用棉签 如果你前面这个产量不够也不行啊 日常我们绝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去清理啊 尤其是不需要自己刻意去清理 你清理不了耳朵啊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观点啊 另外呢耳朵痒啊 如果是偶尔一阵啊 那问题不大 尽量不动 如果持续的 那这有事啊 这靠你那边千万勺子 这个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这个也有可能有几个原因 像真菌啊 湿疹啊 那有一部分人是这个满虫 现在因为天天老在网上叨的啊 很多进来的朋友 来过来检查的朋友都门清啊 坐在那就说 我想看看有没有真菌事针 或者这种满虫的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呢 自己尽量不动啊 这是一个自己 我们普通人对耳朵最大的一个爱护啊 不要随便去动耳朵 还有一个耳三十的耳机啊 尽量不要长期的佩戴 尤其是一些啊 得过真菌 最近几期没怎么放这个真菌啊 放的不太多啊 各种各样的 其实每周真菌还是很多的 只不过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不是那么清新啊 有些真菌年年糊糊了 看着不舒服啊 所以就没有可以的去放 如果是出现过真菌啊 或者是失诊这种病例啊 尽量就跟耳三十的耳机告别吧 尽量不要戴了 如果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菌啊 失诊啊 偶尔戴的啊 也不是说不行啊 尽量缩短时间 减少啊 佩戴的这种次数 这些都是有明显被加工过的痕迹啊 因为我们外耳道的叮咛线呢 人类外耳道的这个叮咛线体 是分布在外耳道靠外啊 外三分之一区域的皮肤才有叮咛线体 如果是超过这个范围出现的这种啊 尤其是贴近骨膜的这种叮咛双色 这个绝对是跟后期的这个自己的加工处理有关系啊 这种纯天然形成的多数是靠外侧 里边是空的啊 外面对耳朵口对着一块 到中心是空的 到深处是空的 这种外侧口是空的 最贴近的骨膜表面啊 顶着的一块那肯定是这种有加工过的 敷压信息啊 常规的清理 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以后啊 有些人刻意的一定要用去棉签去擦拭外耳道的水分 这个也是不可取不明智没必要 因为你本身外耳道正常 骨膜完整的话 生活用水啊 少量的进入生活用水 它自然会流出啊 头通过角度的变化 它与液体重力的关系 它绝大多数会流出来 极少数的一些少量的水分会自然干燥 不需要你去刻意的去擦 第二个你擦也根本擦不干净啊 它有些弯弯强强的东西 你的棉签是接触不到的 还有呢 就是如果确实很着急 觉得不舒服 可以用吹风机去吹啊 加速它耳朵里的水分的挥发速度 这个是最明智的啊 你这种棉签擦呢 一个是擦不到 第二个呢 容易把弯到口的一些啊 潜在的一些真菌的包子给推进去了 这是形成外耳道真菌的一个常见的因素之一啊 很多人从来也没去过外边找人弄过耳朵啊 也没有说日常长期戴耳机 就单纯的洗完澡擦耳朵 就这一条日积月累的就有可能会导致真菌啊 当然这是一个比例啊 不是说每个人擦完就一定会出现啊 外耳道的空间比较窄啊 一旦形成阻塞 自己是极难处理的 当然有些人 天赋异禀 极其心灵手巧 也有见到自己能够鼓打出一大团 但是安全性没有保障啊 容易造成这个外耳道皮肤的损害 因为你自己去弄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盲目状态啊 即便是现在有这种带有摄像头的这种啊 但是因为那东西其实更多的是让你用来看啊 里边有问题提有没有问题啊 有没有东西堵 只有这个功能 他前面的这个腕勺子啊 捆绑在镜头前的这个操作很不方便啊 很不方便 你看我处理是两个手 两个手同时的去镜头和工具是分开的啊 就这的话 有些区域操作还比较困难 那两个捆到一块 那个很难啊 最近这个天津卫啊 这个又有兵力 离北京很近 另外之前我实习的时候是在天津啊 待过一年 现在也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在天津生活 这个我们的大天津卫 没问题啊 加油 前期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啊 大规模的筛查 设置管控区域 这两年 应该大家都慢慢的应该就习惯了 这个是一个真菌啊 一个真菌票 这个病例几个月以前看过一次 当时比较重 然后这段时间又复发了啊 这个真菌呢 其实前面我提到过这个啊 把生活习惯改变以后 可以大大降低真菌复发的概率 但是也有少数人啊 会再次的出现 小的这种薄片啊 清理完了以后 把抗真菌的药打上 按说一般习惯用钩子啊 这段可能遇到这的时候 勾针 前期准备的勾针 拿去消毒了 手里只有这个小的玻璃籽 不是太常用啊 手里有 我比较远用勾针 因为勾针一向 有的时候干片就直接就勾下来了 有一部分都不需要用那种 小钳子了 然后啊 抗真菌的软膏打进去 现在对 已经进这个 蜡月了啊 离这个咱们的春节越来越近啊 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吧 咱们春节能够踏踏实实的 今天的视频到这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